早安 园艺小国家爱妈Candy 今天要来分享的 在我这棵红枣树下的 小小可爱的野菜 它叫鸡儿肠 也叫儿肠菜 也就是儿最爱吃的肠 它竟然是中药哦 看似平凡的小小草 可是它却是个不平凡的架子 而且呢 太不可思议了 听说呢 它从森林到田野 到家中旁的墙壁旁 路旁都可以看到这种 小小可爱的小白花 我们来把它垫起来 找一下这个我们可爱的小白花 今天可能天气比较冷 所以有一点 没有很盛开的感觉 看一看这个小白花 看清楚了吗 好像没有对焦对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鹅肠菜 鹅最爱吃的肠 其实它的繁殖力很强 然后生命力也非常旺盛 开着小白花 然后它就会四处飘 如果你是在一片野地上 可能就是到处看得到它的种子了 它的种子呢 也是小鸟最爱吃的 然后呢 其实它其实看起来像 很平凡的小草 可是它却是中药 这个繁侣 繁侣 这个是繁侣 以前的冬天的时候啦 才能看得到这样子的繁侣的这个小小白花 鹅肠菜 农村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遍地都是 那他们就会把它拿来喂猪 可是呢 现在呢 是需要在一个很干净 很环保的这个野地啊 或是这个 就是环境生态比较好的地方呢 才会看得到这样子的野菜 其实呢 它很适合来做蔬菜 它的嫩草可以做蔬菜 鲜嫩好吃 然后也到了春天的时候呢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 算是最特别的 就是在冬天第一个会开花 开小白花的这个野菜 其实到了春天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晒干来 做成这个药草 所以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 应该说可以清热解毒的 这个 然后可以活血啦 止痛啦 然后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 如果是产妇啊 这个 淤血啊 产妇生产后会有淤血 肤子 肚子痛这种子宫的 说说的痛啊 听说也可以吃这个 蛮特别的一个药草吧 好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家的这个可爱的小凡女儿肠菜 寄儿肠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像我一样 把它这样子嫩草 嫩草剪下来 用水一烫拌一点盐巴酱油蒜泥麻油 哇 就是一个好吃的凉拌鹅肠菜 它可以清热啊 去坦啊 耶 不错哦 也是一个很好吃的小小野菜